大家好,我是28 今次畫著一個很治癒的心情 跟大家介紹一隻玩法極度簡單 但依賴性超級強勁的模擬類遊戲 Powerwatch Simulator 遊戲可以在Steam和Xbox找到 幸好暫時只有PC版,沒有VR版 不然我睡著了還帶著Request 遊戲背景是玩家扮演清潔工人 用高壓水槍清洗不同場景和物件 遊戲分了四個模式 職業、特殊、挑戰、自由 最多支援六個玩家連線 職業模式支援一至兩人 屬於故事模式 玩家接到客人的訂單 出發去洗不同場地 遊戲簡單到連教學都不需要 一幅圖已經代表了全部控制方法 今天我們的訂單 就是幫客人清理一間森林的城屋 遊戲的介面很直觀 左下角就是清洗工具 按快捷鍵E 隨時切換清洗機 長短的握把 噴嘴 如果遇到頑固的污漬 就要換專用的噴嘴 配合不同的細菅 分解鐵獸 快捷鍵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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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換長短的把手 如果要使用很高的地方 不夠水力 就要換支加長型 近的話就要用超短型 快捷鍵E 更換噴嘴 噴嘴的角度越大 範圍就越闊 但是相對的水力就越弱了 如果遇到長身有桃鴉 或者有些向後膠跡 就要用0號的水柱 集中攻擊 其他常用的快捷鍵E 有R 轉換高壓槍嘴的角度 Control 想看 tapes 顯示污漬的地方 c 瞄準模式 通常用到7788 就一定會不會有所瞄為 這個時候打開清單 就能看到有什麼還未完成 就完成了 開啟項目會有閃閃的提示 有時都蠻難找的 要專心看 終於完成了 完成了單工作 升級收錢 我玩過一支之後 根本無法停下來 錄這支影片 我都玩了六個小時 看著黑色一塊的東西 洗完出來 原來是彩色的 心裡的舒爽 真是不好意思 我無法只形容 對於有益身心 又洗力心靈的遊戲 怎可以不推薦大家玩呢? 這集 Power Wash Simulator 的介紹 就來到這裡 我又趕緊去消防局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或是分享可以在下面留言給他們 我是28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廣東話頻道 VRVRXP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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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